7月21號香港43萬人上街反送中 警方晚間在上館催淚彈 橡膠彈青場 另一邊的元朗集結上千名白色衣服不明人士 街頭地鐵站持棍棒鐵條 無差別攻擊市民 見人就打不分男女老少 警察卻在3小時後才出現 港人追以警方跟黑社會合作 還有白衣人被騎抵 拿著中共五星血旗跟港警合照 警察不敢震爆 結果用黑幫當作民眾來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反而會使香港更為混亂 香港警方的態度真的有縱容之嫌 甚至還說因為沒有看到什麼棍棒 我想這個畫面是非常清楚 這個在台灣今天引起的反應非常大 大家心有七七焉 心有七七焉的 還有台灣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 周委王定宇臉書轉貼這畫面 其實時代立案那時候 然後邀請黃之鋒他們來的時候 就發現說有很多黑衣人 從香港就開始跟到台灣來 那甚至一些參訪行動裡面 他們也去包圍抗議 那我們當時又擔心港台兩地黑幫 是不是連成一氣 然後面是不是有中共的力量在主導 白衣人暴行 這是香港建制派議員何君堯 在元朗街頭一路鼓掌 向白衣人比賽握手 王定宇提醒台灣民眾說 記得台灣的統促長上街都穿什麼顏色衣服嗎 中共手法都一樣 黑幫 內印政客 政商買辦 紅色媒體等等 2017年1月 香港學運領袖黃之鋒來台灣 被黑道竹聯邦背景的親共組織 白狼的兒子在統一促進黨的幹部 要毆打以及愛國同心會人事追打 2017年9月 白狼的兒子也在統一促進黨人員 跟愛國同心會在台灣大學 被授援毆打台大學生 震驚社會 之後台灣立法院修法 調整組織犯罪條例適用範圍 現在要修法 因應中國共產黨代理人 大家都很關心 就是說是不是有代理人在台灣 那這個不只要釐清 揭露這項資訊 那應該劃效紅線 哪些事情不能做 要很明確的規範 那現在目前執政黨也在推 那我們是支持的 新唐人亞在電視 陳記者黃燕凜 陳輝莫 張陸續 台灣台北報導 全民獅 corfir策 上不動 中國道そうですね 成溪 離彈 絕音 南